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 狂风大作 海水掀起巨浪 直扑岸边百姓 浪中献出一怪 面如蓝殿 巨口獠牙 手持大幅 凶猛地来抓捕岸边的百姓 巨人惊骇 四散奔逃 大呼救命 忽然 一队人马飞奔而来 为首一员将官 手之化级 拦在那怪物面前 高声喝道 何方妖雾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兴风作浪 残害我百姓 那怪怒道 我乃寻海 夜叉里根 前来捉拿建民 充当祭品 你是何人 胆敢拦路 那将官大怒道 畜生 我乃陈塘官总兵 李静 说罢 挺己直取夜叉 站不述河 夜叉不敌 呼啸一声 窜入海底去了 李静见夜叉逃走 下马安慰人们一番 嘱咐大家日后多加小心 这李静自幼仿道修真 拜熙昆仑 渡饿真人为师 阴先到南城 顾遣下山 辅佐咒王 官至总兵 享受人间富贵 原配殷氏 生有二子 长子金诈 四子木诈 又怀孕在身 以及三载 躺步生产 李静时常心下忧疑 一日 李静正在堂上忧闷徘徊 忽见两个侍儿慌忙前来 齐老爷 夫人生下一个妖精来了 李静听说 急忙来治厢房 守执宝剑 只见房里一团红气 满屋一厢 有一肉球 滴溜溜圆转如轮 李静大惊 望肉球上一箭砍去 哗然有声 分开肉球 跳出一个小孩儿来 满地红光 面如覆坟 李静害意 上前一把爆僵起来 分明是个好孩子 又不仁作为妖怪坏他性命 乃地狱夫人看 彼此恩爱不舍 各个忧习 胡亭外面先月阵阵 李静忙出门观看 只见半空中一道人成鹤而来 道人随鹤落而下 对李静道 将军 贫道起手了 李静原是道门 怎敢忘本 盲打里逼 道人道 贫道乃乾元山 金光洞 太乙真人是也 闻得将军生了公子 特来贺喜 借令公子一看 不知尊义如何 李静闻 太乙真人之言 随唤事而报将出来 太乙真人揭在手上 看了一看 问道 此子可曾起名否 李静答道 不曾 太乙真人道 带贫道与他起个名 就与贫道做个徒弟 何如 李静答道 愿败为师 太乙真人道 此子已表非凡 日后定斥诈尚风云 取名叫做哪吒八 李静谢道 多成厚得命名 感谢谢不尽 太乙真人又取出两件宝物 一件叫乾坤圈 一件叫混天灵 流于哪吒护身 李静再次败谢 太乙真人辞了李静 成鹤静自去了 鸟飞吐走 瞬息光阴 鼠往寒来 不绝七载 哪吒年方七岁 十逢五月 天气炎热 哪吒见天气暑热 心下烦躁 来见母亲 对母亲道 孩儿要出关外闲玩一会 禀过母亲 方赶前去 因夫人爱子之心中 便叫 我儿 你既要去关外闲玩 可带一名家将领你去 不可贪玩 快去快来 恐怕你父亲操练回来或家责问 哪吒应道 孩儿小的 哪吒同家将出关 约行一礼之鱼 已是汗流满面 天热难行 忽见前面绿柳成荫 熏风荡荡 避甚是清凉 又见内壁乡 轻波滚滚 绿水滔滔 真是两岸 垂阳风袭袭 牙棒乱石水 潺潺 哪吒大喜 连忙奔跑过去 哪吒脱了衣裳 跳入水中 把七尺混天灵 放在水里 沾水洗澡 好不快了 这河是九湾河 在东海口上 哪吒将此宝 放在水中 把水炬硬红了 摆一摆 江河晃动 摇一摇 乾坤冻汗 那哪吒洗澡 不觉那水晶宫已晃得乱响 且说东海龙王 敖光坐在水晶宫 只听得宫却震响 敖光盲唤左右 问道 地不该震 为何宫殿谎 船与巡海 夜叉里根 看海口是何物作怪 夜叉来到九湾河一望 见水聚是红的 光滑灿烂 只见一小儿 将红罗帕 沾水洗澡 夜叉分水 大叫 那孩子将什么作怪东西 把河水硬红 宫殿摇动 哪吒回头一看 见是个水怪模样的东西 手持大幅 哪吒笑道 你那畜生 是个什么东西 也说话 夜叉大怒 无缝龙王 点拆寻海夜叉 怎属我是畜生 分水一跃 跳江上来 望哪吒顶上 一腹劈来 哪吒正赤身站立 见夜叉来的勇猛 将身躲过 顺手取下 乾坤 圈望夜叉打去 夜叉哪里 惊得起 那宝打江下来 正落在夜叉头上 直打低脑 将泵流 一命呜呼 哪吒笑道 这么不惊打 把我的乾坤圈 抖污了 又跳入水中 用混天灵 洗那圈子 水晶宫 如何惊得起 此二宝震撼 险歇而 把宫殿拒倒了 敖光 越发大惊道 夜叉去探视未回 怎地 这等凶恶 正说话间 只见龙兵来报 夜叉里更 被一孩童打死 特起龙军之道 敖光 大怒 离更乃灵霄殿 玉笔点拆的 水敢打死 震动稍缓 敖光 重新坐定传令 点龙兵 带我亲去 看是何人 话未了 只见龙王三太子 敖炳出来 口称 不劳父王 带孩儿出去 拿他便是 敖炳掉了龙兵 上了逼水兽 提化赶紧 竟出水晶宫来 水势分开 浪如山倒 波涛横生 平地水涨树齿 哪吒见水陡然上涨 高兴地叫道 好大水 好大水 话音未落 只见波浪中 现一水兽 兽上坐看一人 十几枭雄 大叫道 是什么人 打死我 寻海夜叉里更 哪吒道 是我 敖炳一剑 问道 你是何人 哪吒答道 我乃陈塘官 李静之子 哪吒 再次避暑洗澡 他来砍我 我不小心 打死了他 你又是何人 敖炳道 孤乃东海龙军 三太子 敖炳是也 你打死天王殿差 快拿命来底 说罢 一几次来 哪吒见了 把七尺混天灵 望空抛去 只见那混天灵 似火快牵团 往下一里 将敖炳里 下逼水兽来 哪吒抢一步赶上去 一脚踏住敖炳的景象 提起乾坤圈 照顶门下 只这一打 把敖炳的原身打出 是一条龙 在地上挺直 哪吒道 又一个不惊打低 也罢 把他的金抽去 做一条龙金韬 与俺父亲竖甲 哪吒把敖炳的金抽了 静带进关去 早把家将下的 浑身骨软金苏 腿慢难行 且说敖光在水晶宫 龙兵来报说 陈堂关李靖之子 哪吒把三太子敖炳打死 连金都抽去了 敖光听报 大叫一声 几乎晕厥过去 敖光越想越恨 痛心窃骨 恨不能给予其子报仇 随话一秀逝 静往陈堂关来 敖光来到李靖率府 直至大厅 大骂李靖 纵子行凶 李靖和敖光 是旧时 见敖光一脸怒涩 一时不明所以 敖光将夜叉 和三太子敖炳 被打死一世道出来 李靖只得达到 掌兄 多年卫会 今日其逢 真是天性 小弟有三子 掌子 四子均在深山学艺 三子哪吒才七岁 大门不出 从何处做出 这等大事来 掌兄莫要错见 敖光道 便是你 三子哪吒打地 还把我儿 敖饼金都抽了来 李靖道 真是意识非常 掌兄不必兴急 带我教他出来 你看 李靖往后堂来 李靖在后堂 找不见哪吒 把事情告诉了夫人 因夫人惊得不敢回言 只说 在后园里面 李靖进后园 靖走到海棠宣来 见门关注 李靖在门口大叫 哪吒在里面听见 忙开门来见父亲 李靖见哪吒手里 拿着笼金 只吓得张口如痴 劫舌不渝 半晌 李靖大叫道 好冤家 你惹下乌鸦之祸 快出去见龙王 自毁他话 哪吒道 父亲放心 不知者不作罪 今又不曾动他的 他要 原物在此 还他就是 带孩儿见他去 哪吒急走来至大厅 敖光一眼望见 哪吒手里的龙金 见物伤情 对李靖道 你生出这等恶子 我儿敖饼 正神也 夜叉里更一戏玉笔点拆 岂得你父子无故善行打死 我明日奏上玉地 看你有何话说 敖光静阳长去了 李靖顿足放声大哭 这祸不小 夫人听见前庭悲哭 忙急至前庭 问明情况 夫人意识急得泪如雨下 哪吒见父母哭泣 立身不安 双膝跪下 道 爹爹 母亲 孩儿一人做事一人当 岂敢连累父母 待孩儿这就去找师父 哪吒出了府门 借土顿来 至前原山金光洞 至碧油床 倒身下拜 真人问道 你不在陈堂关 到此有何话说 哪吒把事情 经过向师父说了一遍 真人想了一下 道 哪吒过来 你到宝德门 如此如此 试完后 你回到陈堂关 与你父母说 若有事 还有师父 绝不干爱父母 你去吧 哪吒叩谢 辞别师父 离了前原山 竟往宝德门来 哪吒到了宝德门 来得尚早 不见敖光 又见天宫 各门未开 哪吒站立在巨仙门下 不多时 只见敖光朝服叮当 静止南天门 哪吒看见敖光 提起手中乾坤圈 把敖光后心一圈 打了个恶虎扑石 跌倒在地 哪吒一脚踏住后心 敖光牛颈回头看时 认得是哪吒 不觉勃然大怒 破口大骂 哪吒被他骂得兴起 拎起拳来 或上或下 一气打有一二十拳 恨不得就要一圈打死他 奈泰以真人吩咐 只是按住他道 你这老尼丘 不许叫 再叫我便打死你 敖光依旧叫骂不停 哪吒想 龙怕接邻 虎怕抄襟 不妨给他点厉害尝尝 想罢 将敖光朝服 一把拉去了半边 露出邻甲 哪吒用手连抓数把 抓下四五十片邻甲 鲜血淋漓 痛伤骨髓 敖光疼痛难忍 只叫饶命 哪吒道 你要我饶命 我不许你上本 跟我往陈塘关去 我就饶你 你若不一 一顿乾坤圈打死你 敖光遇着恶人 只得应承 哪吒道 听说龙会变化 我怕你走了 往何处寻你 你便一个小小蛇儿 我带你回去 敖光不得脱身 没奈何 只得画一个小青蛇 哪吒拿来放在袖里 离了宝德门 往陈塘关来 哪吒进府来 拜见父亲 见李静梅锁春山 愁容可惧 哪吒道 孩儿往南天门去 请回敖光 不必上本 李静大喝一声 你这说谎畜生 你是何等之辈 赶往天界 据是一派狂言 蛮媚父母 甚是可恼 哪吒道 父亲不必动怒 现有敖光为政 说罢 袖内取出青蛇 望下一丢 敖光一尘清风 见画成人形 李静吃了一惊 敖光把南天门之事 说了一遍 又把斜下林甲 拔于李静观看 你生这等恶子 我把四海龙王 齐约到灵霄殿 申明冤枉 看你如何理说 敖光道罢 画一阵清风去了 李静顿足道 此事欲反家中 如何是好 殷夫人终是爱子之心 从后堂出来 见哪吒站立旁边 李静烦恼 又恨儿子之意 夫人道 你还在这里 不往后边去 哪吒听母命 静往后园来 哪吒来到后园 坐了一会 心上绝闷 乃出后园门 静上陈堂关的城楼 上来纳梁 此时天气甚热 此处不曾到过 只见郝景志 熏熏荡荡 绿柳一一 观望长空 果然似一轮火盖 哪吒看了一会儿 又见兵器架上 有一张弓 名曰贤昆弓 有三支弓 名曰震天剑 哪吒不知此弓箭 乃震陈堂关之宝 贤昆弓 震天剑 自从轩辕皇帝 大破持游 传流至今 并无人拿得起来 哪吒心下甚是欢喜 便把弓拿在手中 取一支箭 搭箭当弦 望西南上一箭射去 响一声 红光缭绕 锐彩盘旋 这一箭不当紧 只射到 骷髅山白骨洞 有一时机娘娘的门人 名曰碧云童子 斜花篮彩药 来至山崖之下 被这一箭 正中胸前 翻身倒地而死 少时 只见彩云童子 看见碧云重剑而死 急忙暴雨 石鸡娘娘 石鸡娘娘听说 走出洞来 行至崖边 看见碧云童儿 果然重剑而死 只见灵花下有名会 镇陈塘棺总兵 李静自号 石鸡娘娘怒道 彩云童儿 看着洞府 带我拿李静来 以报此恨 石鸡娘娘 乘青鸾而来 只见金霞荡荡 彩雾飞飞 娘娘在半空中大呼 李静出来见我 遇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哪吒闹海